迎着星辰的第一里阳光 骑往北京北的路上 出发去手里 这是进入2020年的第一天 身为资深滑雪澳者的我 最开往重立太子城的高铁 抱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踏上了一天的滑雪之旅 高铁不允许指着车票 我们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哟 阳光透过缝隙射进站台 照耀在所有的乘客身上 车厢上坠着的雪花 像是迎宾的使者 摇曳着欢呼着 车厢上的窗环是给我们最温馨的提示 过年了 要回家 乘务员送给我们的金毡高铁纪念信封 告诉了我们是幸运的一批 望着窗外的风景 花花呆 一个小时就抵达了城里 使我们擦肩接踵地走出站台 寻着各大雪场的班车 从太子城寨离开 奔向各自想去的雪场 高铁直达的爽滑 让城里的雪离我们更近了 一天的滑雪之旅后 各大雪场都会有专门的大巴通往 高铁站 高铁开头后的便捷 让我开心的像个孩子 如果你将雪剧起来在雪场 当天往返的你 只需要携带一部手机 和一张身份证 归城的路上涂进关丁水库 那正是黄昏将至的时候 火红的夕阳 染红的半边天 但是回家路上的一道风景线 这样一天的滑雪往返 在这送别夕阳的列车上 显得如此惬意与温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